自然的呼吸 不必要刻意说 吸两口吐一口不需要 对于要退休的人 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他一定要找到自己兴趣所在 一定要有一个培养兴趣 这是第一次来跑步班马阿松 那我希望说以后能够 更多的马阿松来挑战自己 托把可以啦 好像很好 很好 跑步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 所以我希望将我这个经验 能够告诉四丈朋友 让他深深感觉有一个体会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我先什么样的